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很開心來到台灣國際咖啡展的第三天 我們在奧利投手坊的堂會要來跟大家介紹 流轉360濾杯 這個濾杯其實它的構造很簡單 它就是兩個陶瓷件 一個濾杯一個底座 它可以實現了全陶瓷 來做一個開關式的濾杯 這個是世界首創的 其實開關式的濾杯 在過去曾經有出現 但通常裡面它都會有金屬的材質 會有塑膠的材質 或是會有矽膠的材質 那我自己 個人是很喜歡陶瓷濾杯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投手坊的林老闆 跟他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來做一個 全陶瓷的開關式濾杯 那原本這個林老闆他跟我說 很簡單 因為我們家裡的水龍頭 大家家裡都有水龍頭 其實裡面就是 陶瓷的結構 它就是兩個陶瓷片各有一個洞 這兩個洞錯開的時候水過不去 它就 不會漏水 當兩個洞合在一起的時候 水穿過去 那水就會流出來 原本 我們想法很簡單 在下面加一個 這樣子的構造 就可以了 結果實際做下去發現 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 V型的濾杯結構 它的浮力很大 它的重力下來之後 它會把上面這個座 跟濾杯分開 所以它會漏水 一開始想的很簡單 實際做就真的沒那麼簡單 所以後來 測試了很多次 改了很多構造 到最後做45度角 它的洞在45度角這邊 那溝槽也是45度角的 剛好把這個力量抵消掉 來實現的 我們做全陶瓷 非常簡單的結構 就是兩個陶瓷 就可以來做到開關水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 跟大家展示一下 當我們把開關打開的時候 它就跟一個 一般你現在在市面上看到任何濾杯一樣 水下去 它就往下滴漏 這個就是你可以當作一般的濾杯來使用 當我們把它這個記號 轉90度 當它90度錯開的時候 我們現在上面注水 它的水會流在上面 那下方 它就不會直接漏下去 它現在水就會流在濾杯裡面 它的水就不會往下滴漏 那當我們一打開 對上了 水就馬上下去 好所以這個是 因為陶瓷坊 有非常好的陶瓷製作工藝 所以可以實現了 純陶瓷 全陶瓷的結構 就可以做到開關 好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今天展覽的主要的一個內容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濾杯 有了這個開關之後 可以怎麼去使用它 好那當然第一個我們先來做 一個最基本的充足就是 它把它當成是一個一般的濾杯來使用就好 很多人會說這個濾杯看起來是不是很複雜 我如果不會用怎麼辦 大家不用擔心 你拿到的第一件事情呢 你只要把它當成你自己習慣的任何的濾杯 你之前可能用過V60 你可能用過各個牌子的濾杯 你就是把開關打開 就可以把它當成 你熟悉的任何濾杯來使用 好那我先來準備豆子 我們今天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伊索比亞的液劑 那這支是來自於番奇馬吉的一個液劑咖啡 那這一個濾杯 我們開啟的狀況之下 你就當成一般濾杯用就好 你如果用過V60 你用過任何你熟悉的濾杯 你就跟它一樣用法 都不用去想太多 好那我今天用這個秤 它可以記錄分水筆 那現在我們加入30克的粉 在這個 螢幕上大家可以看到 30克的粉 我稍微移出來一點點 這樣大家可以稍微看到 30克的粉 那我們準備來開始沖煮 那現在左下角顯示的是 粉水筆 那我們先來做悶蒸 大家可以看我們螢幕上 這次考慮很貼心 有準備這樣子的一個 直接的手部投影 好 那大家如果要看濾杯的細節 在旁邊電視上面有展示出來 那我們悶蒸的時候 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讓咖啡粉排氣 所以你現在熱水下去 你會看到氣體開始往上冒 有點膨脹上來 有些氣泡出來 就是要讓咖啡粉裡面的氣體 把它排出來 第二個我希望做到 是讓咖啡粉充分的濕潤 這樣等一下萃取會比較平均 所以我們在萃取的時候 第一段的注水 我們叫悶蒸 那我的習慣 悶蒸水量不要太多 大約是粉量的兩倍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比例 就是1比1.9 就差不多是兩倍的意思 好那等到我們覺得排氣跟濕潤 差不多平均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繼續來注水 那我希望我這一次的沖煮的分水比 來到1比15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 左下角的這個數據 它的比例就會一直往上跑 我會慢慢的注水 慢慢的沖 好那我的沖法很簡單 其實就是利用水柱的攪拌力道 把咖啡粉裡面的風味萃取出來 所以我就是慢慢的繞 平均的繞圈 利用水流的攪拌 那一直把 水注到1比15的這個量 我們就可以停下來 好所以現在 比例已經到了1比13 我們一樣慢慢的有耐心的慢慢繞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1比15就OK了 我的沖煮 就結束了 好所以我 希望能夠推薦給大家一些非常單純非常簡單的沖法 讓大家在家裡很好去複製 那這個沖法其實在任何濾杯你都可以試試看 我們利用水流的攪拌 好所以大家剛才看我們那個水柱 他是穿透到水面下 他力量沒有打在水面上 所以都沒有水花 很平靜 但是他水面下其實是一直走動一直攪拌 那能夠讓咖啡的甜感 厚實感 充分的把它表現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濾杯 他打開的狀況之下 他的流速是很順暢的 那這個順暢的流速呢有助於我們現在大家喝淺焙咖啡 可以把他的酸 他的香 他的乾淨度 發揮得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30克1比15的沖煮 其實在2分多 就差不多結束了 這個是一個流速很快的 濾杯 那可以幫助大家 把淺焙咖啡的特色 發揮出來 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第1支 班旗馬級的技技 我們會請前面的小幫手分享給大家 流轉濾杯的第1個 衝法就是你把它當一般的濾杯就好了 大家家裡可能都有V60或是任何的濾杯 你可以無痛 的升級 到這裡 你都不需要去 知道我要怎麼改怎麼變 都不需要 你就當成V60來衝 他就很好衝很好用 因為逃作坊這邊 奧利這邊他們有很棒的杯子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杯子的話 可以到這邊來 拿他們的飾飲杯 等下在喝的時候 使用他的杯子會更好喝 大家如果有四杯杯子的話 這邊有小幫手 幫大家服務 好 我們開始 來做第2種沖煮方式 第2種沖煮法 我們一樣 我們先把咖啡豆準備好 我用同一支豆子讓大家比較 可以比較它的差異 剛才我們第1種沖煮法 叫做濾滴的沖煮 開啟的狀況我們隨便住 他一邊流 咖啡過濾出來 可以把咖啡的酸 香 比較明顯的表現出來 那我第2壺要用浸泡式的做法 那浸泡式的做法可以把咖啡的甜 比較明顯的去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第2壺 那浸泡式的做法的話 我們要考慮到 這個濾杯的容量 所以我會把它做少一點 我做20克 那我先來磨豆子 那等一下大家喝 這支咖啡的時候 可以去感受一下 兩個特色 我們喝咖啡喝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喝產地特色 那這個伊索皮亞的產地呢 它原本的花果香味就蠻明顯的 柑橘類的調性 水果的調性會蠻明顯的 那異季咖啡這個品種特色 它會帶有一些 玫瑰花香 荔枝香 然後茉莉花香 等等還有柑橘的味道也蠻明顯的 所以這個伊索皮亞的異季呢 有它自己的一個 獨特的特色 好我們現在進入來做第2壺的一個沖煮 那我把它磨好了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粉我剛秤20克 好那我們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沖煮 我們讓這個秤歸零 然後 還會自動扣重 好 OK 我們把這同樣的濾杯 這個跟剛才同一個濾杯 我們剛才是 開啟的狀況是這個 記號是對上的 我給鏡頭看一下 我先給我自己的鏡頭看一下 然後上方的鏡頭看一下 這個記號對上就是開啟 那你要關的話很簡單 就是轉90度 現在兩個記號是乘90度的 它就關起來了 好那我們一樣放濾紙 好放一張濾紙上來 好接下來呢我們加入咖啡粉 好那我們這一次要做全浸泡式的沖煮 好那這個沖煮很簡單喔 好我們就一次把水加到我們要的量 所以一樣把它加到1比15 那就是水 盡量快的把它注下去沒有關係 好這個就 不太需要什麼技巧 甚至你沒有手沖壺的話 比如說你在外面 隨便一個熱水壺 或飯店的筷煮壺 都可以 你就是把它加到1比15 好1比15左右 差不多剛好滿杯啦 所以你在外面就算沒有秤 你只要大概抓好粉的份量20克 那你這個水就加到這個濾杯的滿杯 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水流在上面做個浸泡 那現在大家看到表面 應該有看到喔 表面是比較咖啡色對不對 這個咖啡色代表的比較多的粗粉 浮在上面 所以我們要做第一次的攪拌 你就輕輕的攪 你攪拌下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粗粉會往下沉 然後取而代之的是 比較淡 淺黃色的 咖啡油脂就浮上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浮在上面的是咖啡油 好那為什麼我們要把粗粉攪下去 因為你浮在水面上 它的萃取比較不夠 所以第一次的攪拌 我們是為了萃取平均 把粗的粉攪下去 讓它吸水 釋放味道 讓咖啡的油脂釋放出來 好那浸泡的時間呢 其實就是看個人喜好 你喜歡喝濃一點的 就泡的時間長一點 你喜歡喝淡一點的 就泡的時間短一點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沖煮方式呢 更把這個手沖咖啡 更簡化了 很多人說我還要在那邊 注水繞啊 光練那個水流要練多久 對於手沖咖啡就有點害怕 現在我們用這個方式 讓你更簡單 讓你 只要會注水 會放咖啡粉 就可以來做 很棒的手沖咖啡 那我這一壺呢 我把時間抓在兩分鐘左右 所以快要開啟之前呢 我會再攪拌一次 那這一次的攪拌呢 我們的作用是 重新建立咖啡的粉層 其實我們咖啡在過濾的時候啊 不是單靠濾紙過濾 咖啡粉自己 會過濾自己 好這聽起來很神奇 等一下我們在用濾棒的時候 大家更會感受到 所以我們重新攪拌過後 因為粗的粉比較重 它會先往下沉 細的粉會隨著水流在飄 然後慢慢的細的粉在沉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在上方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個濾杯打開的時候 它往下流的速度就會很快 因為它除了濾紙 在過濾自己 它的咖啡粉 也在過濾 所以往下流的流速就會很快 那如果你攪拌完 你沒有停一下 讓它沉澱下來 馬上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粗粉在飄 那細粉比較輕嘛 細粉會瞬間被吸到濾紙上 那你那時候開的時候 流速就變很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控制流速很好玩的 如果你希望它慢慢的往下流 你就是攪完 馬上開 細粉會先吸到濾紙上 就會流的比較慢 你如果希望它 打開就流的很快 那你攪完之後 要停一下 讓它的粗粉 中粉 細粉 變成一個粉塵的建立好之後 你一打開就會發現 它往下流的速度很快 甚至比 你用V60 一般的濾杯感覺都還要再更快 我們看到水位這樣一直很快速的下降 馬上就 就流完了 那到最後呢 我們可以看喔 你在這個粉塵的表面上面 其實你就蠻明顯看到有些 細粉的 粉渣的感覺 就是因為細粉 被留在上面了 它不會卡在下面 出水的地方 你的流速就可以保持很快 好所以這一壺呢 我們要讓大家喝的就是 一樣的豆子 一樣的研磨度 一樣的濾杯 但是濾滴式的萃取 跟浸泡式的萃取 風味會有什麼不同 好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好那我們萃取的概念上呢 浸泡式的萃取 它的甜感 跟厚實度 會比較好 那綠滴式的萃取呢 它的酸 它的香 會比較明顯 那我們今天用同一支豆子 讓大家比較看看 所以 光這個濾杯 就讓大家在充足上 可以自由選擇 你今天這支咖啡 想要凸顯的是什麼味道 那你就可以來選擇 你要用浸泡式的 還是綠滴式的 好那我們剛才 從頭到尾還都是用同一種 那你如果是 沖泡的高手 哇那你可以玩的就更多了 你可以把沖組分成很多段 前段中段後段 那你什麼時候要開 什麼時候要關 你就可以組合出 非常多的變化 讓你的沖組 多了很多的樂趣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 下一個 下一個沖法 那 下一個沖法這個故事呢 我們要再回到剛才 開始在研發這個濾杯的時候 那這個濾杯出現之後 出現之後 當然這個我們也是來展場 跟大家介紹 跟大家說明 結果呢 就有朋友問我說 你這個拳陶瓷很好 很好 但是呢 你沖 還是要濾紙 對不對 就有人給我出一個考題喔 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濾紙 能不能來沖咖啡 這個真的是一個難題 因為這個其實你看 市面上的濾杯 除非它是那種礦砂式的 礦砂過濾的濾杯 不然一般這種正常的濾杯 都一定要用濾紙 好那所以我們就去思考說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不要用濾紙 那我就聯想到 像洪漆咖啡裡面 有這個濾棒的設計 洪漆咖啡它可以用濾紙過濾 也可以用棉布過濾 也可以用金屬網過濾 它還有一個過濾法叫 濾棒過濾 但是那個是比較早期在用的 現在大家 比較少用 我就試著想說能不能把濾棒 放到濾杯裡來用 那個也是研究了很久 因為你直接把濾棒塞到V60 大家有興趣回去試試看 絕對讓你塞到不要不要的 它那個水過不去 大家 原本講說那個 空隙那麼大是不是一定過得去 沒想到放下去之後 反而過不去 所以後來呢我們就 跟這個投作法 討論 研究了一個 手沖咖啡用的濾棒 這個應該也是世界首創 目前 今天剛好咖啡掌 大家可以去逛一圈 能夠用濾棒放在這種濾杯裡面的 這邊應該是唯一 現在都還沒看到 有別人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那怎麼用呢 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介紹 它的用法 好那我們下一支咖啡先介紹一下 我等一下給大家喝的是 宴夏華麗 這一支咖啡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濾棒 你就把它放進去就好了 然後呢 開關 我們先 對齊是開嘛 我們把它轉90度 關起來 這個注法呢 先注水 好這很特別喔 先注水不是先放粉喔 要記得先注水 我們把水先加上去 好那其實你可以輕鬆的注 你不用注在棒子上也沒關係 你加把水加到濾杯裡就可以了 先注水 好那我們把它注到大約滿杯就是300 然後我們再加粉 來這個時候我們把粉加上去 剛好滿滿一杯 好這個時候我們第一件事情一樣 先攪拌 這個時間我把它開始計 先攪拌 它粗粉不在上面嘛 這樣萃取不平均 所以先攪拌 好那這個狀況下攪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記中間跟棒子喔 所以不要去敲到棒子 我們盡量就順著外圍去把它攪平均 攪到一樣 粗粉都下去了 咖啡油浮上來了 這樣就OK了 好接下來就是等待 等待我們可以等兩分鐘到三分鐘 看你要的濃度 好那 等待的時間呢 剛好我繼續來講這個故事 剛講到雙重燕氧發酵 那雙重字面上的意思很好理解 就是做兩次的意思 那燕氧呢 燕氧的意思就是 它是 採用燕氧菌的發酵 剛才不管講日曬 密處理水洗 它都會有個發酵的過程 那這個發酵的過程呢 它都透過這個酵母菌來發酵 研究發現 這個酵母菌呢 有些喜歡氧氣 有些不喜歡氧氣 那不喜歡氧氣 這種就叫做 燕氧菌 那燕氧菌的發酵大家發現它會讓咖啡變得更好喝 更香 更甜 所以他們就嘗試著把咖啡的發酵環境 營造一個沒有氧氣的環境 來做燕氧發酵 那產生了很獨特的香氣 很特別的香味 那能夠在一支咖啡裡面 去把它呈現出來 好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讓大家喝喝看這支咖啡 好那 就有好幾個特點來喝囉 第一個就是 燕氧發酵的獨特風味 好第二個就是我們用濾瓣過濾呢 有什麼特點 跟濾脂最大的不同就是 濾瓣 它沒有辦法完全的把細粉跟油 過濾掉 所以你在咖啡的下壺裡面可以保留一點油脂跟細粉的口感 那咖啡的香氣有分這個水溶性的香氣跟油溶性的香氣 濾脂會把咖啡油完全的過濾掉 所以你在喝手沖咖啡的時候它味道是比較清爽比較乾淨的 可是你就比較不容易喝到這種油溶性的香氣 因為油都卡在濾紙上了 沒有進到下壺 好時間快到了 我們再攪拌一次 我們用兩分鐘 好第二次攪拌 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做粉塵的重新建立 好所以要記得攪拌一下之後呢 我們讓它的細粉浮上來 粗粉塵下去 等一下讓它塵一下我們再開 好很多朋友都在等待這個環節 因為很多人好奇說你這樣會不會塞住 好等一下一開大家就揭曉答案 那大家在等的第二環節就是說 你這麼多粉會不會掉下來 好等一下關心的事情 我們讓它沉澱一下 差不多你看水面鏡子了 好這個時候 差不多就是粗粉塵好了 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往下降的速度 甚至會比剛才用濾紙還要快 好它這個濾棒因為它呢不是靠濾紙在過濾咖啡粉 它是靠咖啡粉塵自己呢 粗粉細粉把它過濾起來 粗粉把細粉留住 所以粉留在上面 咖啡過濾下來 好所以它沒有不用用濾紙 那其實也不是靠這根棒子過濾 它不是什麼濾芯什麼沒有那麼厲害 它就是把咖啡塞住而已 這樣水流變慢之後呢 它的粉塵 可以建立好 用咖啡粉自己過濾自己 這個是很好玩的 所以它速度很快 是不是打開比剛才用濾紙的濾還要快 而且 我們的粉很漂亮的都留在上面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實際喝喝看下面 那第一個要喝的就是 跟剛才的咖啡不同的 會有油脂感 因為它不會有濾紙把油吸掉的問題 那搭配了這個 雙重艷氧 味道非常豐富的咖啡 讓你不只喝到水溶性的香氣 你用濾棒 才喝得到脂溶性的香氣 那脂溶性的香氣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留得更久 因為畢竟是濾棒啦 所以你在這個壺裡面會有一點點的細粉跟粉渣 那我慢慢倒給大家看 如果你很在意最後一點的細粉跟粉渣 你可以像我這樣壓過一個壺 那你可以選擇這種底部寬的壺 它最後的粉渣跟細粉會沉澱在下面這裡 但是你如果方法如果用得對的話 其實很少 我倒到最後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最後的細粉跟粉渣就是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你如果不介意的人最後一口不要喝就好 那你如果介意的人可以像我這樣子 過一個壺 這邊就會非常乾淨 大家來試試看這一壺 帶有脂溶性香氣的 雙重艷氧的 這個艷夏華麗 好那脂溶性香氣有什麼好處呢 它會 黏在你的嘴巴上 油脂嘛 它會比較黏在你的口腔裡面 所以你一口喝下去之後你會覺得 口齒流香 那這個是水溶性的香氣比較做不到 因為水溶性的它很容易散發掉 所以早期的這個咖啡會更容易講說你要趁熱喝 為什麼要趁熱喝 因為你熱喝的時候它的香氣才保留住 你放涼了之後 它香氣會散掉很多 那當然現在的咖啡其實你冷喝也好喝 因為它會越喝越甜 但是呢 香氣的散發這是無可避免 所以當你多一點油脂的保留的時候 其實你在嘴巴裡會覺得 你這口咖啡下去 它的余韻會更久 那這個跟一般用濾紙過濾的萃取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喝了珊瑚咖啡 我來 中場 休息一下 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很特別的 咖啡飲料 那我們來泡這個咖啡花茶 我們用濾棒的 另外一個用途就是可以泡茶泡咖啡 那我們泡茶的方式呢就一樣 把它 關起來浸泡著 那我直接 隨意啦 像泡茶一樣就抓一把下去就好 因為肩膳比較多我直接兩壺同時泡 因為這個浸泡式的做法好處就是它不用顧 你把水加下去之後按個計時器就好 所以其實這很適合 咖啡店家 因為店家你如果要 一壺壺壺去沖 很耗時間 好那這個我們就隨意啦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水加下去 泡一下 這是隨意啦 但是老師有沒有建議的 就是水粉餅 或者說那個 咖啡花跟水粉餅 溫度呢 花茶的話 溫度就是盡量可以高一點沒關係 跟泡咖啡差不多啦 八九十度就好 因為它是要香氣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的這個香氣盡量的做出來 好那我們一樣喔 開關關起來 大家如果在鏡頭上會看到 有沒有它的 水流在上面 這就是一個泡茶 今天你可以泡花茶 泡烏龍茶 泡紅茶 各種茶葉都可以泡 那等一下一開 它的濾棒一樣做到一個過濾的效果 但是啦 但是它一定還是會有一些細渣掉下來 畢竟它是濾棒 所以你希望喝到的如果是一個非常乾淨 沒有任何雜質的茶的話 那我們可以放濾子 好所以我們這個濾杯啊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它的 變化性很多 它的用法非常多 並不是說有濾棒一定要用濾棒 其實它也有濾子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是很乾淨的口感的話 你可以放濾子 那你濾子放下去一樣可以開 可以關 可以浸泡 可以濾滴 得到很乾淨的咖啡 而且依你的想法去做咖啡 你今天如果不想用濾子 你可以把濾棒放進來 所以 選擇性都是留給大家 好所以常常 在介紹這個濾杯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會問說 怎麼做最好 當然我會有我自己的建議沖法 但是 我覺得那個最好的沖法是大家自己要去嘗試 找到一個你自己最喜歡的味道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好那這個濾杯就是把這些所有的可能性都留給大家 好那或許哪一天你會找到一個 這個濾杯你自己覺得最好用的一個沖煮方式 好那這個花茶呢我們先放旁邊 讓它稍微 浸泡一下 好那其實花茶比較 這個時間久一點啊 它的味道出來會比較 完整一點 所以我們讓它 稍微泡久一點 那我來介紹一下下一款濾杯 那下一款濾杯呢 是 今年全新推出的叫做 U360 那剛才我們用了這個流轉360 用的都是 V60的系統 所以你買濾子都是買V型的 60度的濾子 那現在新推出來的這個 U360 它就是走蛋糕型濾子的系統 像一般我們看到這個蛋糕濾子 長這樣子 好這個蛋糕型濾子 它可以放到這個濾杯裡面來 那它一樣呢有採用了 流轉濾杯一樣的這個開關的旋轉功能 所以它這個360濾杯 一樣有做上下開槽 它可以來做一個旋轉 開啟跟關閉 好 那我們先來用它的第一種方式呢 就是 它下面呢 我們要放一個墊片 這個是放上去的墊片 這個墊片是讓 蛋糕型的濾子 放上去之後 它會有個空隙 它可以讓 咖啡粉 有比較好的一個 墊起來的一個空隙之後 下去的流速會比較順暢 你如果沒有放這個墊片直接放的話 它的流會很慢 所以 在使用濾子的狀況呢它又多開發了這個墊片的這個配件 好那在沖這個咖啡之前呢我們講花茶差不多了 我拿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把它打開 那就一樣 花會留在上面 我們的花茶就下來了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喝到 好喝的這個花茶 這個先放旁邊 再來一壺 好所以像這種浸泡式的方式啊如果你咖啡師有經驗 你一次要操作 兩壺三壺都不是問題 好因為你只要放好了放旁邊等 時間到了打開就好 好所以這個是你在店家有時候你要連續出杯的時候 這個是蠻好用的 好那這個咖啡花茶風味很特殊 那很多人在說一季咖啡啊現在那個味道這麼的香 這麼的特別 是不是你們有偷家香料 今天喝了花大家就知道了 從花開始 就有非常香非常甜的這個 荔枝 玫瑰 龍眼 這一類的味道 好那我相信這一杯下去 先讓大家 換換味覺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有更精彩的咖啡 好來我現在呢 把這個磨粉粗細要調細一點點 我的習慣 這種蛋糕型濾紙啊 我會把這個刻度調細一點點 所以剛才呢我現在用的這一支是 Easy的K Ultra我剛才用9的刻度 我現在用7.5的刻度 磨細一點點 比較適合這個蛋糕型濾紙的一個充足 好那這個開關式濾杯一樣 我們現在蛋糕型濾紙等一下 第一壺 我們就當成一般的 濾杯來用 把它開啟的狀況 好所以你之前可能用過別的牌子的蛋糕型濾杯 你有蛋糕型濾紙 把它套用過來就可以直接用了 它就是一個 新的蛋糕濾杯 所以我們現在開關是把它維持在開的位置 那我的習慣 用這種蛋糕型濾紙的時候 倒粉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你濾紙下去啊 它旁邊很多縫隙 你不小心倒的話 它可能會從縫隙掉進去 好那市面上有一種像漏斗的 它也幫助你倒的時候比較不用倒出去 那我是用另外一個比較 簡單的做法就是 我們不要把濾紙一開始就往下推 讓它比較上面一點 好那它的開口就變大了 那我們把粉這樣子倒下去 好它就不會掉出來了 好所以不要一開始就壓到底倒 它反而會容易掉出來 來我們開始來做一個 沖煮 一樣先悶蒸 其實我的沖閥都很簡單 悶蒸這件事情我們只要做到排氣跟濕潤 所以我們少少的水 大約粉量兩倍的水 來做一個 讓它排氣跟濕潤就好了 那我們 蛋糕型濾紙大概發現 旁邊很多的皺褶 這些皺褶就好像肋骨一樣 咖啡很容易會側流出去 所以它的流速是很快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特別磨細就是 如果你用 一樣的參數 B型濾杯剛好的參數來沖蛋糕濾紙 常常就會有點偏淡 所以如果你是要一樣的沖法 直接複製到蛋糕型濾杯上 我會建議你的顆度至少要 小大概一到兩格的顆度 它會比較剛好 好所以我這邊沖法我都不變 只要把參數稍微調就是顆度調 細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直接套用在這個濾杯上 好所以一樣我們分水比會沖到1比15 OK1比15 我們一樣是利用這個水流的攪拌力道 讓 咖啡粉去攪拌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它的流速真的很快 它的那個水位是 肉眼可見的速度一直在往下跑 所以為什麼我要磨細就是 它的萃取時間 會比較短一點 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如果你沒有稍微去調整的話 它很容易會變萃取不足 喝起來味道會偏淡 好所以我們看時間 現在才1分半 就已經幾乎流完了 所以它加上墊片之後 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一種 流速效果 那快其實在我們現在沖淺肥咖啡 裡面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凸顯酸 凸顯香 凸顯乾淨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點就是不要太快 快到你會萃取不足 味道就變太淡 所以你要適當的去調整參數 那我今天的調法就是 把粉條 細一點 讓它雖然快 可是它的 味道能夠快速的放出來 大家喝喝看這個是 咖啡之王南山 那這個 360 U360 它一樣可以做一個 浸泡式的萃取 那它會有濾棒 這個濾棒兩個長得不一樣 剛才那個 流轉360是長這樣 是長這樣 U360是長這樣 它不是通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買濾飛 要買濾棒要記得買對款 不要買錯款就用不到了 它這是平底的 剛才那個是V型底的 這個是平底的 第一個我們要把開關關起來 大家看一下一樣 開關是在這個 兩個記號 對上的時候是開 所以我要關就是轉90度 這樣子 就變關 關起來之後呢 我們這次的過濾不用濾直 變靠這個濾棒 它濾棒呢 下面有溝槽 它讓你選擇 它這邊有個點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的溝槽要跟 這個下面的洞 是對上的 還是你要跟它是分開的 你還可以去選這樣的差異 那我們先把溝槽跟這個洞對上 它的流速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這樣來測試看看 好 好來我們 先一樣 我們這個浸泡式的沖法 都建議要先加熱水 水先先下去 好我們先把水加下去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說這個濾杯 它的容量有多少 加上濾棒的狀況 它容量大約是180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去抓你要的那個分水比例 180 180 好來我們把粉加上去 好 那我們開始 按錯了 這個開始計時 好開始計時之後呢 一樣我們先攪第一次 第一次的攪拌我們要把粗粉往下攪 讓咖啡油浮上來 好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顏色 從深咖啡色 變成淺黃色 就OK了 好所以這樣子的攪拌有時候說我到底要攪多久 其實你要知道你攪拌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攪拌的目的是讓上面的粗粉往下沉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 水的表面 從深咖啡色 變成淺黃色 就代表粉沉下去了 就OK了 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 等它浸泡的時間 好那一樣喔 看你要泡多久 好那我們會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沖法是讓大家很簡單 好所以我相信這樣子的沖法是不是 大家只要匯到水 匯加粉 就可以 成功的去萃取出一壺咖啡 好讓大家 沖咖啡 不用那麼的複雜 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但是這個濾杯也不是說只能用很簡單無腦的方式 當你會沖咖啡了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可以開可以關 可以代表咖啡 很多很棒的一個變化 好那我們現在呢 現在的時間大約是一分多 好我再來攪拌一次 好那這一次的攪拌你會發現一般下去 會露出 咖啡的水出來 水面會露出來 這就代表說它的粉呢已經 大部分都往下沉了 所以你一把那個油攪開 咖啡粉都在下面 那這就代表你這些咖啡粉都吸飽水沉下去 它的萃取是比較完整的 好那等一下我們要等它的水面炸開再靜止一下 好讓它的粉塵重新的建立好之後 我們再開 好這個時候開 你流速 才會很快 好那你如果太早開 它會發生件事 它的粗粉還在飄 然後細粉會被吸下去 所以它可能會卡住那個粗水孔 就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好所以如果當你希望是開啟的時候 它水可以很快的下來之後 你不要急 記得 第二次攪完 要停一下 讓它有個時間去建立過濾粉塵 我們這個濾棒的過濾很好玩就是它不是靠 濾子 不是靠濾棒在過濾 它是靠咖啡粉自己過濾自己 所以必須等到它的粉塵建立好了 我們再來開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它的水 下來就會很順 它就不會卡卡的慢慢 好所以要掌握這個訣竅 好那這個濾棒的使用呢 其實 就是注意這一點就好 也沒有到很複雜 你只要注意到 粉塵建立好了再開 不要太急 使用濾棒最怕就是你很急 它還沒有吸飽水 你就沖 它還沒有建立好粉塵就開 會遇到幾個狀況 一個就是 它會很容易塞住 水下不去 第二個狀況就是可能粉渣會掉很多下去 當你如果有塞住 或是粉渣掉太多的狀況 你可能就是粉塵沒有建立好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記得第2次攪拌完 等個大概30秒 你看那個水已經靜止了 再來開 速度很快 甚至比剛才濾紙還要快 所以有時候濾棒 弄上去是不是會很慢 其實不會 它甚至是比濾紙還要快 如果你想要喝到很乾淨的 其實這個濾棒的過濾 已經很乾淨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更乾淨的話 你可以做個過壺的動作 好我現在慢慢倒 其實我的使用經驗是 這個U360 它過濾的乾淨度 比剛才那個流轉更乾淨 乾淨到我現在 到快完了我都看不到粉渣 有沒有 就剩下一點點 乾淨度比剛才那個還要更乾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過濾 它是一個平面 更大的面積去攔截粉 所以它更不容易掉粉渣下去 所以其實這個根本可以不用再過了 你一開始就可以直接喝了 好所以如果你是有想要 使用濾棒過濾的話 這個都可以讓大家來參考一下 來4-6法它的意思就是前面的40% 來萃取咖啡的酸甜 後面的60%來控制濃度 好所以我們一樣 我們就用4-6法 的概念 不是完全照它的方式做 我們把它的概念拿來用 所以前面40 我們盡量的去萃它的酸跟甜 好所以等一下我們的總水量呢 我要把它做濃一點 我要把這個水量注到1-12就好 1-12 好所以1-12的前40% 我們要來做的是 它的這個 酸甜的萃取 好所以還是要計算一下 12的這個 0.4 所以是到這個4.8 4.8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看這個分水比 看分水比 分水比到4.8左右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停下來 然後呢我們就來做一個攪拌 把它前段的這個酸甜感 盡量的去把它萃出來 好 來我們看比例喔現在到了 4.8 好停下來 這個時候呢你去攪 這個時候的攪拌呢就是把它的酸 甜香 盡量的萃出來 而且你慢慢攪不用擔心 咖啡會等你 以前的咖啡不會等你他會一直流下去 現在你關起來咖啡在這邊等你 等到你攪到 開心了你覺得夠了覺得好了 油油攪出來了 表面的油浮出來了 覺得夠了你聞起來香氣 有散發出來了 好第一段趕快開 那這個攪不要攪太久 也不要泡太久 脆香氣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香氣要下來下面 重點不是香氣從上面跑掉 你脆的過程從上面跑掉 你給它喝了下面就沒有了 所以攪拌法 之前阿密斯在示範他就強調要快流速濾杯 一邊沖一邊攪的原因就是 香氣一出來馬上要吸到下湖 如果你現在一直攪然後聞起來好香 你等一下喝的時候你就要後悔了 因為香都從上面跑光了沒下去 所以不要貪心 聞到香味了代表香味有出來了 開 下來 OK 好第二段呢我們再來做一件事情給我一點冷水 這個破骨折前一陣子發表的另外一個沖爬就是後段用浸泡然後降溫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呢更簡單可以做到 好OK70 也不要太低啦 我們就70就好 然後繼續沖 把粉水比補到我們要的1比12 1比12 好我們剛講的浸泡式的萃取呢 能夠讓它風味更柔和 所以慢慢的讓它泡一下 不要急慢慢的讓它泡一下 然後呢 你覺得差不多了 那這些時間當然都自己控制 後面這一段就是調整它的濃度強度 你喜歡濃一點強一點的泡久一點 你如果喜歡 不要太濃就要喝清爽一點的 趕快把它打開 都還是有調整的空間 所以這個濾杯 讓初學者簡單使用 讓進階者有非常大的可玩性 這就是當初我們設計這個濾杯的目的 好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那這一種開關式濾杯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你開了之後水流要快速的出來 因為我們算好的浸泡時間如果你一開 很慢 那你其實那個時間就白算了 所以我們的流速 讓它很快 那這個是濾杯肋骨的設計 設計得很好 我們希望它趕快出來 好那 這個這樣後段慢慢流不要急 會不會過脆 不用擔心 第一個是因為它是浸泡式的萃取 第二個是因為我們剛剛降溫了 水溫降低就安全了 你就不會有過脆的疑慮 好那這是今天我們最後一壺跟大家分享的 一樣是紅標的競標藝技 那使用 流轉360 它搭配了咖啡萃取的手法 希望能夠讓大家喝到一口 印象深刻的咖啡 這是我們今天的展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